新鲜的白虾 然后把虾壳去掉 先把白虾的壳包掉 咱们这个山珍海味 它是一个什么口的菜呢 这是一个比较龙香型的菜 龙香型的 那就是比较下饭的吧 对对对 比较下饭 就是把这个虾肉 还有这个香菇 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对 你觉得是一道很经济实惠的 完了还是一种 还能吃到一种大餐的感觉 对呀 你看 山珍海味 一会儿你就跟你闺蜜说说 你说这最后一个最值得期待 山珍海味 这闺蜜就觉得 哎呦 天呐 这下血本了 咱们把这虾壳包完以后呢 要把虾的那个沙馅去掉 然后用背上这个沙馅 然后开完背以后呢 从背上拿到给它刮掉 好的 你会做这个虾的菜吗 我会这个 这个红烧 这个辣的那个焖虾什么的 你别说这个 还真的会不少菜呢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 租的肥标 肥标的给它切成粒 切成小粒 为什么还要用这肥油呢 肥油呢就是让这个虾的口感 吃得更滑 更弹 然后如果全是存虾的呢 它吃得没有那么滑 然后吃得会很硬 所以咱们加点肥标呢 也就是为了这样吃的这个虾肉 更滑 更香 好 就是说有了蛋白质 咱们也得赋予它点脂肪 对 把它都切成小粒 粒 对 因为猪油呢一会儿 咱们那个和虾一煎呢 它那个猪油呢 它就会出油 它就会全部都渗透在咱们虾一会儿 这个虾肉里面 这个一会儿过油的话 它是不是就都化掉了 对 那么猪油切完以后呢 咱们虾去完虾线的虾呢 用刀轻轻给它一拍的 把虾给它 把它虾本身的组织了 先给它拍坏掉 把虾拍松散了 对 然后根据的用刀来剁开 剁到起焦为止 不能太碎 如果太碎的话呢 那个虾吃着 吃着一点口感都会没有的 不能变成虾泥 让它有一点颗粒 有一点颗粒 然后呢 看来还能感觉到出来是一粒粒的虾 虾开背去虾线后 用刀拍碎 再用刀剁成颗粒状 猪肥镖切成小块备用 然后进行调味 好了 咱们把虾和那个肥镖了切完以后 咱们现在就需要来调味 好的 放少许的鸡粉 因为海鲜本身就会有咸味 所以咱们不能放盐 不能放太多鸡粉 什么味道很重 你放一点点糖 然后放一点点胡椒粉 胡椒粉少来一点 不要太多 太多一会儿的虾胶打碎 它上面会有黑一点 好 然后再加少许的香油 少加一点香油 这样吃着这个虾胶一会儿 打着会它更滑更嫩 虾胶和猪肥镖调味活匀后 再加入鸡蛋清和生粉之后 再活匀 您记住了吗 咱们今天这样吃的 把这个虾包完壳以后来 它会更利于咱们吃 对 又适合懒人是吧 就像刚才咱们做的鱼一样 鱼没有骨头 虾没有壳 对 所以说现在这个 这道菜比较适合 现在的年轻人的一些 风格和方式吧 对 我的闺蜜 我觉得会特别喜欢 连那个虾壳都不用包了 上口都可以吃了 好 接着咱们把馅调好了以后 把香菇 取香菇了 然后洗完以后的香菇了 把里面的香菇根掰掉 好 蘸一点点生粉 抹在这个碗状醋 这样就是为了防止 一会儿把虾胶抹在上面 它不会虾胶了一尖的话 它不会脱落 哦 就是其实今天这个菜 还是一种造型菜 对对对 对吧 我还说我说那香菇 为什么没有给它切碎了 一起搅拌在这虾胶里头呢 原来让它做一个容器 对对对 如果拿一个容器这样的话 把它这个香菇呢 和那个虾呢 更好地去结合 好 抹完身份的那个香菇呢 然后呢把这个虾胶 打好味道虾胶了 给它均匀地抹在上面 抹在上面 也不要抹得太厚了 然后能把这个香菇的碗状呢 全部给它包裹住就可以了 拿这香菇当个小碗 对对对 装了一碗这个 虾胶 对 咱们把这个香菇了 抹完虾胶以后呢 还有一个步骤 就是用鸡蛋清 把这个虾胶上面 给它封一下 封一个面这样呢 它出来的 这个虾胶的会更光滑 然后煎出来 不会说是看着很难看 很丑 是不是也能够起到一个 类似于食用胶水的作用 对对对 就是这个目的 现在呢咱们把虾胶的 酿在香菇上了 然后呢咱们接着呢 就进行下一步操作 就是来煎香菇 好 咱们现在呢 实际来操作这道 这个百花煎酿鲜冬菇 首先呢咱们要把不粘锅烧热 然后呢下入凉油 这样呢它会起到一个 也是一个不粘锅的作用 然后热锅凉油 它会跟那个锅分离 就是润一润锅 其实用不了那么多的油 对一点点油 然后把它润一润油 润一润的那个锅 咱们煎这个香菇呢 一定要先把带虾胶的这一面呢 给它煎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很牢固地 粘在这个香菇上面 如果咱们先煎香菇这一部分呢 香菇会粗碎 一粗碎了 它就会把这个虾胶的给 粗碎了 然后把那个香菇呢 就会脱掉 虾胶就会跟香菇分离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啊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去这个吃烧烤的时候 吃那个烤那个香菇 是不是 然后就把它那个底啊 要冲下 然后烤到一定程度之后 会汪起来那一小滩水 对 对不对 这个香菇的汁 味道特别的鲜美 那一会儿 如果它要成熟之后 它的那个鲜美的那个汁 是不是都浸在虾胶里头了 对对对 随随要先进那个虾胶这块 它会把那个虾胶的都锁住 我们在煎制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煎制的时候呢 尽可能是改小火去煎 如果火太大了 它这个虾胶的就容易 容易糊 容易黑倒 这虾肉很容易就成熟了 对吧 对 变颜色的一些 对 金黄色的 我特喜欢吃这种煎炸的菜 现在的咱们煎这个香菇 这一面的时候 这个火要需要小一点 你看现在的很明显 看见这个香菇 它的醋水出来 对 开始煎香菇这面的时候 就有啪啪的这个水声了 对 煎香菇一定要小火慢慢煎 不要急 好 那这个虾的这一面 您说都熟了吗 现在只是表面熟了 但是咱们一会儿需要再加汤呢 再去给它 把它收汁一会儿 它一会儿就会全熟 如果说咱们现在煎的全熟 一会儿一收汁了 虾肉就会老掉 会材料 那这个虾肉 我们要煎到几层熟的时候 给它翻过来 煎到三层熟 只要表面分住 香菇这一面煎到什么程度 我们就可以加龙不山前收汁了吗 对 翻过来按一下 它这个香菇会表面呢 它这个就是屋顶表面 它会慢慢地变软 然后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倒出来来 这等你放暑假的时候 回家给家里面做一个 他以为上了大厨培训班了呢 我今天学着四道菜 回家都要自己露一下手艺 现在呢 基本上这个香菇呢 它的香菇顶这块 它就可以按着鲸鲸鲸鲸软了 这是不是就说明 它已经熟了 没有 顶不熟 但是它边缘呢 它没有熟 因为它边缘呢 它没有接触到这个锅 但是咱们呢 基本上已经可以倒出来 加汤来焖了 好了 也就是说煎到这个程度 就可以暂时先出锅 等待收根了 不然锅里倒出来 一点点油就可以了 也不用单独给它起油 咱们放入料头 料头它就是葱 姜 蒜子 爆香一下火的小一点 要不然这个料头它就给它容易活 首先呢 咱们加一点点生抽 生抽起锅 给咱们趁热花铁酒 接着咱们就加入咱们的 农夫山泉的天然水 农夫山泉的天然水 但是不要加太多 磨过香菇就可以了 现在呢就把香菇 还是跟刚才一样吧 蘑菇给它摆在锅底 就说我煎完了这个虾椒和香菇以后 我们还得给它在汁里烧一下 对 汁里面烧一下 这样的话它的香菇会更入味 然后呢 接着咱们现在就调味 咱们像这种烧的菜呢 一定要切记 千不要放盐 因为盐呢 它收到最后这个汤汁笼呢 它就会发咸 先少加一点点蚝油 一般做海鲜类的这个菜 蚝油必不可少的 又鲜 而且还有一种特殊的甜味 少许的胡椒粉 糖要稍微多一点 然后糖呢也是为了让它起焦 然后呢出来效果更鲜 鸡粉稍微 脑抽的不要太多 有一点点就行了 太多了它会发黑 给它找找颜色 对 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 好 然后咱们呢需要的 在不沾锅里面加点 加点汤汁了 咱们得烧 除了这个汤汁呢 它起焦了 然后呢有点颜色 咱们翻过面 再把有虾椒这边 再把它轻轻地烧一烧 这样可以吸收更多的这个汤汁 在我们这个虾椒里头 对 因为这个汤汁里面呢 刚才先烧的是香菇 它会这两个味道 它会比较的处合 咱们现在需要来勾一点 少许的一点点芡 来收个汁 对 来收个汁 这个汁不要收得太紧了 它只要裹上香菇和虾椒上面 它就OK了 很均匀地裹在上面 如果太厚的话呢 它就不好看了 好 这也就是小焦虫 出来少淋一点明油 而且最后在这个收汁 淋淋粉的时候啊 都是远离这个火的 对 对 对 这样是为了更好 让它这个汁粉 均匀地裹在这个食材 虽然说咱们这道菜 叫山珍海味 但是呢是比较廉价的 是比较经济 比较实惠 所以所有的家庭呢 都可以消费得起 咱们就准备出锅了吗 对 行了 咱们这道百花煎酿 鲜冬菇就出锅了 这绝对是经济实惠 性价比极高的 山珍海味类菜肴 对 而且咱们这个菜 就是每个菜都很有 这个新颖 新意 很有特点 咱们这道百花煎酿 鲜冬菇了 现在可以上菜了 好 上菜 给闺蜜快端上去